那么过年的时候 里长都会送给里面一些小的红包 或者祝福的卡片来表示祝福 那么里面都收到了也就很开心 可是在林亚区的人和里的里面 那么今年收的红包是特别不一样 因为这不但是里长他精心巧识制作的 而且你可能还会意外地从红包袋里面 发现自己或是亲友的肖像 将印有吉祥化 喜气洋洋的红色折叠小卡打开 里头是林亚区人和里 一群老中青三代居民穿着同一套制服 参加完舞蹈活动笑容赞烂 和乐融融的开心合照画像 还有这一张是社区倍感亲切熟悉的宗教信仰中心 合得土地公庙 宛如明信片获具艺术风格 成为里长林志田送给里面 迎接小龙年的新年祝福 小龙年嘛 那我今年有做了一个小红包 然后发给我们社区里面有一个里面 那小红包呢 我就是祝福大家呢 平安自在 吉祥如意 然后里面呢 让里面呢 我希望他可以把这一个小卡片保留下来 所以我就把里面的代表照呢 放到我的设计作品里面来 希望赋予各年卡收藏价值 里长和伙伴们经过讨论 特别挑选当年度最具代表性 较能让大家回味的相片 运用电脑软体制作卡片 外加附赠一枚一元发财金 果然有不少人眼睛为之一亮 哪里舍得丢掉 同样的方法当然也超好运用在任何社区活动的通知 透过巧思设计 连里长把社区小卡及分包 都变得更有纪念意义 港东新闻物军许富天采访报道